大家好,我是千锋好吃学员大数据讲师,大海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下Vloom当中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组件 叫做什么呢?叫做Select 那Select它主要作用的位置在于哪呢? 它作用的位置在于Sauce端 那它的作用究竟在于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官网 对于这个Channel,对于这个Select是怎么解释的 那我们找到对应的什么? 找到对应的这个官网上Select VloomChannelSelect 那实际上来讲,Count这个名字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什么? 它是选择哪个Channel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 Select它在作用于Sauce端 也就是数据 我们Sauce端读取过来的数据之后 对吧? 那我们这个数据写到哪个Channel当中呢? 如果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 对吧? 假如我这是一个Sauce 假如这个是一个Sauce主件 那Sauce主件呢? 我可以将数据写出Channel 那将数据写出Channel 那很多时候啊 我们同一个数据员当中 可能还要对于这些数据进行分类 比如说我这个Sauce当中 有以数字开头的 那比如说有以字母 开头的 还有以什么? 还有以符号开头的 对吧? 有这三类的数据 有这三类的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想把这三类的数据呢 存到外部存储设备当中 存到三个目录下 对吧? 那现在需求是这样的 存到三个目录下 那这三个目录呢 假设我们都在这个HDFS上 都在HDFS上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个存储设备 外部存储设备 你在HDFS上 或者在其他 是不是也都可以啊 那对于这种功能 我们怎么去实现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通过Channel 通过定义多个Channel 那定义多个Channel 那定义多个Channel 然后去实现 那这个要具体怎么实现呢? 那实际上我们定义多个Channel 就是配置下就可以了 对吧? 那关键是 这个数据 怎么按照这种格式 对吧? 以数据开头 假设 你就分发到这个 Channel1上 以这个字母开头的 就发送到这个材料上 以这个什么 以符号开头的 就发送到这个材料上 对吧? 然后你们在Sync到什么? Sync到HDFS上 对吧? 那这种数据 实际上就需要我们什么? 就需要我们用选择器去做了 对吧? 那实际上 这个 那这部分是不是Sync 又有三个Sync 那又有三个Sync 那这里边 那这里边 那我们数据 如何去分发到 这个三个Channel呢? 对吧? 那实际上 这部分就是 在这个区域 我们就要有一个什么呢? 就要有一个选择器 利用选择器呢 去完成我们的操作 对吧? 也就是相当于数据 来了之后 我将它拦截下来 将它拦截下来 然后按照数据的不同 对吧? 然后分发到不同的Channel 那这是Channel的一个 基本的 一个什么? 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过往我们给我提供的什么? 提供的Channel 提供这个Slector 那默认的Slector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Replicating Replicating是什么意思呢? 是复制 对吧? 也就是说 默认的情况下 它会把 什么? 把这个数据 复制给所有的Channel 那么假设 你这里面配置了几个 我们配置了什么? 三个Channel 对吧? 那我们这个Slector Type 默认的就是什么? Replicating 也就是说 这个数据 会将什么? 完整的数据 发送到三个Channel当中 那这是什么? 这是复制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复分 对吧? 另外一种就是复分 那这种复分呢 就是我们刚才这种形式 刚才图上这种形式 对吧? 那你按照数据的不同 会选择什么? 会选择不同的Channel 然后呢 将数据发送过去 也就是这个数据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分类 也就是说数据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数据分流并且分类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 这个是复分的一个Slector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那像对于这种组件来讲的话 我们都可以自定义去做了 也就是说 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 去定义这种Slector 然后呢 去实现的我们数据的分流处理 那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对这个Slector呢 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那么后面呢 我们配置具体的案例 去看一下这个数据 如何去分发 如何去分流 那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